每一個時代有不同的意識的呈現方式 希望如果說有一些新的策展人 他們所看的視野會不一樣 那麼這個東西呢 就會對我們的整個展覽上面 都會產生另一種氣象 而且策展人一直是大家不注意的東西 很少琢磨著策展人也需要培養的 事實上整個市場是非常需要好的策展人 來把那個展覽弄得更好 國議會希望利用意氣合作 能夠找到企業界的一個資源 這一次鳳鴨美術館以及他們策展的經驗 能夠培心一個新的策展人 他們有實際的場地 還有可以有食物方面有人能夠輔導 然後能夠訓練他們 能夠做好一個策展 整個培力計畫 我從這兩方面 一方面是經費的補助 一方面是給我的空間跟時間 這三個權力都不可 有參加那個演習 也是我這次最大的收穫 跟那些講師 就他們的經驗 因為全部都是非常實物面的東西 都是真的我們會遇到的 他們可以這樣子在那邊分享 這個是一個走捷徑的方法 我覺得很幸運就是說鳳鴨美術館基本上它在就是當代音書圈的知名度已經滿高的 我可能比較不會遇到說我今天遇到去哪個地方展覽 可是那地方實在就是太新了 或者說沒有人認識知道在哪裡 或是它的可達性很低什麼之類的 在鳳鴨熱場館本身就已經是滿有力的出發點 申請計畫書有包含出國的部分 有參觀很多紐約的美術館 我覺得這次讓我收穫很多就是平常根本自己摸索然後不會學到的東西 我一直在想有的背景如何讓藝文更創造更多的價值 同時也讓藝文界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來自於企業界 這個是我積極希望能夠有所推動 因為如果說台北如果有像100個像鳳鴨這樣一個機構 對藝術的推廣也好 對藝術的資源也好 我相信台灣會更美 作為一個成功的策展人 需要有很多易於常人的能力 要有募款的能力 認為要有強大的抗壓力 語言能力 要大量的閱讀 要大量的閱讀 觀察時事 策展人 策展人至少應該要有非常高的視野 他可能是最專業也是最世俗的工作 十八班舞藝 最重要的是體力 女生要當男生用 男生要當女仔用 成功的策展人 必須要常常勤跑基層 要做功課 但鴻師也會做到 去安靜的方式 在2個小學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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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